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忧郁叔的前妻金发姐正在睡觉的时候 儿子那边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 当时就把他给吓尿了 金发姐说是不是又做那些噩梦了 没事儿子 摸摸毛吓不着 摸摸耳吓一会儿 第二天的一早 金发姐突然接到了他前夫忧郁叔打来的电话 变异后的忧郁叔不仅语气淡定表情冷静 而且情绪上也没有丝毫的活动 忧郁叔说我想见儿子 金发姐说呸不可能 送儿子小正太上学之后 金发姐坐上了男朋友希丽哥的车 金发姐说我前夫忧郁叔从外地搬回来 而且还想见儿子 我也不知道这孙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希丽哥说该断不断避留后患 咱俩得赶快把生理主生说办 这样他就没法办了 转场之后 作为精神科医生的金发姐刚来到诊所 就看到老病号李大妈正在等他 李大妈说出事了 我老公已经不是我老公了 你也知道 我以前在家里是经常的挨套 135皮鞭246手铐 周日还得煎饼果子来一套 虽然挺疼 但也挺痛快 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突然变得非常的冷漠 而且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似乎开始往佛系的方向走 另外还有我们家的狗 平时对我老公是百依百顺 他们哥俩的关系 可以说比我们夫妻的感情还深 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哥俩突然就打了起来 我老公居然还把狗的脖子扭断 万圣节的晚上 小正太跟几个小伙伴去叫糖果的时候 其中一个已经被病毒感染的孩子 突然就被一条狗给袭击了 不仅如此 金发姐还在小正太的手上 发现了一块乳胶式的玩意儿 第二天的一早 金发姐把这块乳胶 拿给吸了一个化验 化验员酱油哥说 按照剧情 现在我还不能公布化验的节目 再等等我 为了能让所有人都变成他们的同类 以优育初为首的流氓犯罪团伙 开始用各种手段散播病毒 甚至连要饭的都没放过 虽然这金发姐痛恨自己的前夫 但优育初毕竟是孩子的亲爹 为了照顾小正太的情绪 金发姐最终还是让儿子 跟优育初见了面 到了晚上 金发姐跟着希丽哥 去博士王德巴家敷衍 王德巴说 这谁家的闺女长得可真漂亮 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大家伙吃饭的时候 王德巴的好朋友 俄罗斯大师说 这人类是世界上最虚伪 最残忍的物种 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 但却在背后冲你下刀了 巧言吝啬杀人越货 为了私欲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金发姐说 大师你太偏激了 人类起码还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真把你压生到野外 恐怕你早就写了菜 第二天金发姐去上班的时候 发现街上的人都跟木偶似 一动不动 并且还死死的盯着他 联想起最近发生的这些事 金发姐是越琢磨越不对劲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接到了化验员酱油哥的电话 酱油哥说 这些都是具有智慧的完整的有机体 睁不手煮过来 检不断里还乱 只要是有几个细胞侵入人体 就能跟人体的基因结合 重整基因表达 酱油哥说人类的行为举止 有八成靠基因表达 这种外来的基因 能够改变速度的思想和行为 目前这种情况 已经开始大面积的扩散了 再不想办法 人类早晚都得完蛋 这个时候 犀利哥接到了王大妈的电话 说那个俄罗斯大使 已经变得不对劲 看样子可能要出事 三个人赶过去一看 发现俄罗斯大使 正在变异的过程中 这种变异有个特点 必须在睡觉的时候进行 一旦被人打乱 马上就会领喝汗 而犀利哥和金发姐等人到来 显然让正在变异的俄罗斯大使 受了兴 这哥们突然一个鲤鱼打挺 就掐出了金发姐的脖子 然后爬着就跑出了房间 在地上抽了一会儿风 这戏份就顺利上了兴 金发姐一看 马上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急忙开着车去接儿子小龙太 金发姐一进屋 发现幽育叔的同伙 都在客厅里坐着 当他收拾完儿子的东西 刚想离开 就被幽育叔和他同伙给拦住了 金发姐说你想干什么呀 幽育叔说等你醒来 就是我们的同类了 宝贝赶快睡 金发姐想反抗 可毕竟这体力跟不上 幽育叔上去就吐了金发姐一脸 病毒顺着金发姐的任督二脉 就游进了他的中心地带 被感染的金发姐急忙跑到街上求助 可根本就没人搭理 当他刚上了地铁 就接到了儿子的信息 小正在说 妈咪啊 我现在非常的害怕 你赶快过来救驾 老抽哥说大姐 你千万不能激动啊 必须淡定 这样才能骗过那帮孙子保护命 转场之后 金发姐装作面无表情的在街上下溜的 果然骗过了那帮孙子 一些吃瓜的群众 由于情绪过于的激动 被当场给拿下 没找到儿子 金发姐只好再次回到了王的搬家 酱油哥说 这种病毒会通过液体亲吻和注射传播 目前美国已经有几千万人被感染 如果在被感染之后不想便宜 那就不能睡觉 目前有个专家小组 正在研发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咱只能去偷闷他们了 金发姐说 找不到我儿子我哪也不去 几个人正聊着呢 已经变异的王的搬带着痛货回到家 金发姐等人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仨子跑 随后金发姐和希丽哥经过研究发现 那些曾经得过脑脊髓炎的人 不会被病毒感染 金发姐说 我儿子三年前得过脑脊髓炎 希丽哥说 那就没错了 你儿子跟他爹也在一起好几天都没事 说明他已经有了免疫力了 这个时候 金发姐收到了儿子的短信 小郑太说 我现在在奶奶家赶快过来救我 在希丽哥的掩护下 金发姐冲过重重障碍 终于来到了小郑太的奶奶家 找到了被软禁的儿子 金发姐和小郑太刚想偷偷溜走 就被忧郁术给发现 紧接着是一场追逐戏 娘俩穿胡同过小巷 终于把忧郁术那帮人甩掉 为了防止自己睡着 金发姐带着儿子来到了药店 这药店显然也已经问现 一个人也看不见 金发姐说的儿子 我一旦要是睡着了 你就把这玩意刺到我的心脏 切记切记 不然你妈咪就会变异 金发姐这边 正在给希丽哥打电话的时候 小郑太听到储藏室里有动静 金发姐进屋一看 发现店员们和一名警察 正在变异进行室 为了防身 金发姐拿走了警察的陪降 由于长时间的不睡觉 这金发姐实在是困得不行 小郑太一看 急忙给他妈咪打了一人 你还别说 这药确实是挺有效 而就在这个时候 希丽哥及时赶到 不过金发姐很快就发现 这希丽哥也变异了 希丽哥说 只要全人类都变得异 没有了情绪 那今后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大家都成了形式走肉 也就不会在窝里头 金发姐说 那我儿子怎么办啊 希丽哥说 他属于异类 必须领何汉 金发姐一听可不干了 希丽咔嚓 把这帮人全给杀了 不过这金发姐 对希丽哥还是挺有感情的 没敢吓死手 只是把希丽哥的腿给打去了 接着金发姐带着儿子 来了一场午夜矿奔 哎呀 不得不说 一个精神科的医生 这枪法 这车技 这战斗力 如果不是尼克吉特曼 长得漂亮 可真说不过去 最终在酱油哥的支援下 娘俩坐着直升机 顺利的逃出生天了 影片的最后 飞机跟撒农药似的 把疫苗撒向大地 那些已经变异的人 也都解除了魔咒 可以继续到窝里头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诗呀 没了七情和六欲 或者还有啥意义 痛苦欢乐相交织 才是人生的真谛 请不吝点赞